好各位同學大家好在這段影片呢是要介紹 怎麼樣進行筆記的一些建議跟原則 還有連帶會附加說明 我在往後呢 課前 預習解說影片的一個講解的風格 好那在我現在畫面上你們看到的呢 這個是 我在我的大一的 第一堂 統計課 第一次的筆記 好你們可以看到這次 在內容呈現上算是蠻 青澀並且比較粗略的 然後在大三的時候呢我自己找到了 比較明確的學習方向所以才特地 跑去別的學校再重新 學習一次 基礎統計課 所以在那時候又重新做了一個 筆記 那這個是相同的 第一次 上課的內容 你們可以看到有 很大的變化 這個變得比較有條理 並且比較 整齊 那其實到今天呢 統計學的知識 因為 因為 還一直 有一些 變化 我也是一直在累積中 只是我已經不在做這種 紙筆式的筆記 那我反而是 把 我學到的 重要的統計方法 或概念 寫成像這樣的一個 城市語言 這裡我順便呼籲一下 人發系的同學也許以為自己 跟城市寫作或城市設計 沒有什麼 太大的關係 但是呢 在這個 現在這個世界呢 什麼樣的 專業是 這個社會或這個世界 最重視的 其實是一直在變動 那唯一 不會變動的都是一些 很基本的 基礎能 基礎能力就例如說是 語言的能力 那城市設計呢也慢慢的會變成是 一些 人類 在不同專業之間 共通的一些 語言 那你如果有一些概念或是 那個 寫作的 那個 寫作的 寫作城市的習慣呢會對你 將來所選擇的專業有 有那個想像不到的 幫助 好 那 在秀了這樣的一個 筆記眼鏡轉折呢 我主要是要 告訴同學以我自己在這些過程中 所 累積 所 所 累積到的一個最重要的學習經驗就是每做一次筆記就是累積一次 學習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來算算看 如果你就照著 剛剛所介紹的 課程進度 跟 跟那個 跟作業 考試 的 部 的 流 的流程來按部就班的進行的話 我們會有 多少次做筆記的 的一個 紀錄 首先在課前我們都要 完成 一次的 筆記 作業 所以 這個呢 我們就是有完成第一次 的 講義 就是完成的一次 學習 好 同時 那完成一次 完成 那個 起碼的講義作業呢 你有時間 你就 自己 再重新再看一次 講義 但是呢 拿空白的筆記本或筆記紙 再做一次 像是我剛剛展示給各位 看的那個筆記的話呢 你等於是有多了一次 學習經驗 所以在 所以如果 如果你完成這兩步的話呢 你在 每次上課前你等於是 已經 學習過了 兩次 這也是 這也是為什麼 什麼呢 如果你完成 一次 是 基本 是 課前準備 完成基本要求 而完成第二次 是我就給你加分的一個主要原因 好那在課程 在課堂上 那大家呢 要分 要分組 進行呢 去 解決 老師給各位的作業或是 考試 題目 那這個 紀錄 解決的過程 等於是又再從 又再做一次 筆記 所以等於是有了第3次的學習經驗 然後每次其中其末考你都要先複習 之前所學過的 內容 那你可能 那這一過程中這一定要 再把 之前的 筆記 再做一次 翻修 那這樣子 等於是又再做了一次 學習 好那每次 其中其末考結束後都有個事後檢討 那這個活動就像是 平常的 課堂的討論 一樣 一樣也是要記錄你解決問題的過程 所以這個是等於是又再完成了一次的學習 那最後呢 在 其中的 時候 我會給各位一個 總整理表 空白的總整理表 那是一個大型的 講義做也是 讓各位呢 把這個學習的主要的 統計題目的主題或者是方法呢 把它整理在 在一張大的表格上 那個 等於是又再完成了一次 那個 學習 好 這樣子算下來 你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每次的上課 還有 整個學期 每個 階 每個 階段 重要的階段呢 都能夠 那個按部接班的進行的話 你可以 每一個 每一個主 主 主題 你都有 六次的學習經驗 那就算是你一開始 也許 學習的底子還不夠好 或者是你 到最後 成績 也還不是很 理想 但是 這個累積下來的 東西 是 最受用的 還是你自己 那 最 那這 那從這裡呢 我 再順便講解我的 講解影片的呈現風格呢 會是一種叫做所謂的 遊戲 實況式的風格 那其實看到這一段各位應該稍微有一點 概念 因為我的 我的方式呢是模仿 一些在YouTube上 或者是 那個實況轉播頻道上的一些網友呢 他們 會 會 在 會 在 會 玩一些熱門的 遊戲 然後放出實況或 實況錄影呢 給 玩不到這個遊戲的網友們過過干癮 好那我的講解的風的方式也是 會 每個影 每段影片我都會控制在10分鐘左右 那我就是 依照 講義的 顺序呢 我每次都集中 講解一個小的主題或一個 範例題 就像是 做 一個 過一個小關卡或者是 示範一個高難度的過關流程 這樣子 好 那 每一個 每一段影片 都會 看 如果是 主題 或者是 範例的內容呢 會以 握的講義 如果是以文字的解說 為主的話 會以 握的講義 為 為主 那如果是 比較要圖像化的 概念展示呢 那我就會是 用 Excel 為 的 方式 為主 來進行 那 偶爾呢 有可能 會需要 從 主要的 講義或 Excel 沒有視窗之外 說明一些補充材料 那我可能會適時的 從另外一個 桌面上的拉一個視窗 像這樣子拉過來 來做 解說 那 最後 筆記 怎麼進行筆記之類的說明 請各位就是注意要 請依照影片的 順序呢 去進去進行 講義的 解說的 記錄 那我的所有的影片順序也會照著 講義的 主題跟範例的編輯順序來進行 那講義上的每個空白處你都可以自己利用 那 怎麼樣記都是看你自己的習慣 一 你自己 之後能夠方便複習是最重要 那 講義筆記的及格標準很簡單就是一個就是按時 繳交就是每次的上課就是 唯一的繳交期限 然後呢 內容不能抄襲別人 因為現在是完全同時收過來 要直接 去 去抓誰抄誰是很容易的 那 在 課前 預習 的加分條件就是 剛剛講如果你能夠完成兩次的 筆記 你就可以 進行 你就可以有一個加分的 條件 並且 你 完成越 課前完成越多次 其實 那一次上課的 課堂 演的 的 演演練或討論上 你能 你也有比較大的機會 可以得到比較高的評分 好這個 講義的解說 在這裡告一段落 我